这个男人正在疯狂逃命 追他的是一只恐龙 男人不慎跌倒 爬起来继续跑 不料前方道路突然裂开 露出滚烫的岩浆 眼见恐龙越来越近 男人只好舍命一跳 抓住了对面岩壁 然而他已经没有力气 就这么掉了下去 男人从床上惊醒 原来是噩梦一场 梦中的逃跑哥是他的哥哥 在去冰岛考察时不幸失踪 男人是一名地理教授 在一所大学任教 平时最大的乐趣 就是观察地质活动 这天嫂子找了过来 请他帮忙照看儿子萧恩 除了萧恩 嫂子还带来一箱哥哥的遗物 里面有一本地心游记 是哥哥最喜欢的书 教授翻开书本 发现上面还写有笔记 笔记中记载了一些地质数据 恰好和现在的数据一模一样 教授坐不住了 这可能是解开哥哥失踪之谜的机会 他决定前往冰岛寻找真相 萧恩也想弄清夫妻失踪之谜 赖着教授烧上了他 两人在书上发现一位老教授名字 于是找来了他的研究所 开门的是老教授女儿汉娜 老教授已经去世 留下她在这里独居 教授想找到哥哥留下的传感器 请求汉娜充当向导 就这样三人踏上了旅程 传感器被安在山上 里面记载了十年间的地震活动 教授尝试将其取出 不料却惊动附近杜劫的道友 引来天雷阵阵 眼见闪电劈个没完 教授只好扔掉传感器 躲进山洞之中 山洞岩壁被闪电击中 因此坍塌下来 三人眼见来路被封 只好硬着头皮往里走 洞内很黑 教授在前头探路 险些失足掉下深坑 幸好汉娜及时提醒 这才躲过一劫 教授扔下荧光棒 根据落地时间推算 深坑深达六十米 三人顺着滑锁来到深坑底部 这才发现 底下是一个废弃的矿井 汉娜启动老旧的发动机 洞内瞬间灯火通明 铁柜上还停着轨道车 三人进入车厢 打算顺着铁柜寻找出口 没想到这轨道堪比过山车 速度快的吓人 更要命的是 铁柜中间还断了一截 睡一下怕是要凉凉了 这是一段矿井轨道 三个探险者乘坐轨道车前行 没想到轨道车秒变过山车 带着三人急速狂飙 轨道中间断了一截 眼看就要坠入深渊 汉娜在后头拼命发力 终于让车飞了起来 刚刚抵达对面 又遇上轨道分轨 通向三条不同的道路 汉娜的轨道是一条死路 眼看就要车毁人亡 还好距离教授不远 赶在最后时刻跳到了教授车上 教授的轨道同样是死路 汉娜用绳索绑住两人 接着扔出铁毛 勾住轨道 赶在撞车前飞了出来 萧恩的轨道是条活路 顺风顺水抵达了终点 轨道车撞开了一片岩壁 三人进入洞内 发现墙上竟长满了宝石 红的绿的白的 这一下可发财了 就在三人兴奋之时 脚下去传来碎裂声 原来他们身处一片云木岩层 稍加用力 岩层可能就会碎裂 萧恩缓慢地移向洞口 布料包内的宝石 却掉落下来 击碎了岩层 三人也随之掉落下去 岩洞深不见底 三人在洞中飞行好一阵子 这才落入水滑道 进入一个湖泊里面 汉娜的背包太重 沉在水底上不来 还好教授精通水性 带着她成功脱困 三人回到岸上 发现洞内充满了发光的蓝鸟 这是一种史前生物 已经灭绝1.5亿年 三人跟随蓝鸟走过地下通道 发现这里竟然别有洞天 地下世界和地上一样 生机勃勃 这里有漂亮的蒲公英 还有巨大的蘑菇树 教授在这发现了哥哥的遗体 将它葬在了海边 哥哥留下一本日记 根据日记记载 这里会被岩浆包围 变成一个大烤箱 唯一的逃生通道 就是越过洞外的海洋 到达火山喷泉 然后通过喷泉返回地面 三人做好渡海的船只和风酸 开始了海上漂流 船只出海没多远 就遇上了大雨 暗流涌动之中 似乎藏着未知的生物 萧恩俯身观察 结果 肥大的食人鱼从海底跃出 想要吞下三人 三人手持木棍 赶走侵入的食人鱼 一只食人鱼掉到船上 险些咬到汉娜屁股 还好叫瘦眼间 没让食人鱼占到便宜 激战震撼之时 海底又冒出巨大的蛇颈龙 蛇颈龙以食人鱼为食 没空搭理小船 三人趁机调转方向 逃离了鱼群 汉娜在转向时不慎受伤 萧恩上去拉住绳子 没想到风暴太大 直接将它带飞了出去 这里是海底世界 萧恩从昏睡中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着陆 旁边还躺着食人鱼尸体 岸边的水是一股子咸味 萧恩跟随蓝鸟的指引 进入一条地下通道 走了没多久 进入到一片磁石区域 一块块磁石悬浮在半空 一直通向对岸 萧恩小心翼翼踏上磁石 慢慢向对岸走去 踏上最后一块磁石时 磁石突然失去平衡 开始翻转 萧恩死死拽住磁石 这才没有掉落 最后 磁石幸运地飘到了对岸 萧恩总算是成功脱困 教授和汉娜也成功上岸 两人在一片绿地休息 没想到植物悄悄张开了血盆大口 教授眼疾手快 一棍子打落植物 等他一回头 汉娜已经被植物抓去 教授抓住植物狠狠一拳打去 植物被揍得口痛粘液 却依然活力满满 教授使出吃奶的力气 将植物连根拔起 汉娜这才脱困 两人继续前行 来到了喷泉附近 教授不能扔下侄子 于是和汉娜分道扬镳 他去寻找萧恩 汉娜去寻找喷泉 走了没多久 便听到萧恩的求救声 原来萧恩抵达对岸后 竟然遇上一只远古霸王龙 萧恩一路奔逃 最后躲进一个岩洞里头 教授在外面听到求救声 砸开岩洞墙壁 将萧恩救了出来 霸王龙在后头紧追不舍 两人人腿跑不过龙腿 教授看着旁边的云母岩 突然心生一计 引诱霸王龙踏上了岩层 由于霸王龙的踩踏 岩层不断碎裂 教授拼命向前跑去 最后纵身一跃 霸王龙跌入岩洞深渊 教授则抓住岩壁爬了上来 两人认准方向 来到河流旁边 河水很烫 无法涉水前行 就在为难之时 汉娜划着龙骨做成的船只 赶了过来 三人顺着河流 跌进一个岩洞 龙骨卡在半空之间 底下就是火山熔岩 等到岩浆上涨 三人就要变成烤肉 教授有些绝望 这里没有水源 无法形成蒸汽将三人带出 就在这时 萧温却发现 岩壁上有水 这说明岩壁背后就是水源 岩壁间含有煤粉 教授尝试用烟火棒 将其点燃 一根两根 煤粉始终没有燃烧 教授点燃最后一根烟火棒 用绳索降到更深处 接着扔出了烟火棒 煤粉被成光点燃 将岩壁炸出一个大洞 水流从外头涌进 倾泻到岩浆之中 形成大量水蒸汽 最后将龙骨推出了火山 三人跟随龙骨跌进一片农田 路上溅了一身的果浆 老农发现农田进回 哭得撕心裂肺 萧恩从包中取出一颗钻石 赔偿了老农的损失 剩下的那一袋子 可以拿去买马沙拉蒂 这次历险之后 教授和汉娜成为了恋人 萧恩从地底带回一只蓝鸟 这将是历史级别的新发现 这部地心历险记 改编自汝勒凡尔纳的小说 地心游记 片中的许多场景 都还原了小说情节 奇异的地下世界 确实让人打开眼界 就是不知道地下 会不会真有那样一个世界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